其實你發陶瘟了嘛 說了你,你每次都是這樣 一有人在的時候,你都不會說話 我幫你說好不好? 好,不如就由你來回答吧 Ti Lama經過熟成的過程之後 魚肉反而會變得更加甘坑,更加軟滑 加上有酸酸的味道的粗飯 簡直是滋味無窮 劉麗小姐,你沒吃就鮮痰 不斷有踩人,好像想挖中取寵 引人注意多一點 枉你說自己是食家 現在怎樣吃為之最好你都不知道 像唐公子所說 作為一個好的壽司師傅 一定要對魚床很清楚 才能做出好的壽司 作為一個食家也是一樣 也要對食物清楚 不是隨便寫幾份那些線稿 出來交貨就算了 你好像侮辱了食物 還侮辱你自己的普通師傅 阿魚至刑師傅會否有說謊? 你沒說謊了 把我心裡最想說的那句也說出來 對了,兩位都沒吃過刑師傅做的壽司 就被批評會不會不是太公道呢? 那兩位會不會有室專業呢? 好,來吧 唐公子的味道如何? 給我比較忠賤的答案吧 劉小姐,你也試試 怎麼樣?好吃得說不出話嗎? 壽司是挺好的 可惜那些豉油一點也不合格 只有鹹字,一點鮮味也沒有 我一吃就知道這些是便宜貨色 你談到沒話好談就拿點豉油 根本就是雞蛋挑骨頭 你不接受我的意見就算了 快點請 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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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開張,大家辛苦了 這杯我敬大家 乾杯… 不過這杯我一定要敬媽媽的 如果剛才她不是吃神上身 幫我轟走那兩隻東西的話 我們二壽司未開張 已經被人拆招牌了 這杯 幸好我之前看過一些有關 其他媽媽的資料我才懂得回答 好過有些人 是人家師父也見死不救 慕容神是想制如神自己處理的 因為世禹神是二壽司的總帥 我覺得劉莉也不是說得沒道理 醬油的確缺少了鮮味 我同意的,有好的醬油 是可以提升食物的味道的 不好的醬油又會糟蹋在好的壽司 我也明白的,莫容神 不過好的醬油在日本 已經難找到何況現在在香港 說到底 我還是覺得那個冷翁翁 有心針對我們 特意派那個堂奧跟那個劉什麼 劉麗來踩場,諸多跳剔 這個女人不會那麼容易放過我們 所以大家要聰明,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給那些機會,那些小人抽到我們後腿 甚至今天弄得這麼狹窄 還是怪我功力不夠 以後又敬大家 功力不可能是朝一夕的練成人 你始終是速成班 經驗不一定比不上那些大師傅 強硬要你擔這枝大棋 的確是難為了你 幸好世禹也有些天分 你繼續努力 有我和你的大哥在樹上幫你 你很快可以獨當一面 你放心,有這麼多手足支持我 我一定會弄好義壽司 不會丟你們倆架的 乾杯… 一定行的… 進去,走吧 好,走 先走了 先走了 你這樣看著我,是不是有話想跟我說 酒喝得多,沒什麼益 開心吧,你也看到你徒弟 今天有多聰明 可惜他今天的表現差了一點 不如你的經驗 你應該知道你替他吵架了嗎 他的竅門是什麼 你看到他被人吞吞吞吞吞 為何你不幫嘴 那你呢?你是他師父,又為何不幫嘴 我想給他一個機會發揮一下 那真是巧合 我也是這樣想的 雜誌登上流泥踩場 給姜姜帶走的報道 好,這次簡直是替耳壽司免費做宣傳 耳壽司很厲害 我一點都不覺得值得高興 看完八卦雜誌來耳壽司的客人 全部都很便宜 不過盈仔說要先走大眾化的路線 為了賺錢 介意做妾自己的命 我都沒辦法 那你可以給意見的嘛 秀司現在又會作主 又有沒辦法撐他 他已經不需要我這個大哥的意見 他長大了 你這陣子有時間再來陪我 留點時間自己休息一下吧 怎麼了?已經開始厭了嗎? 你經常服侍那個女人 真是的,我怕你辛苦而已 其實余太太以為我已經跟你分手 已經沒有利用價值 不像以前那樣煩我了 我辣糖也少吃了 加上智寶回來了 他心情開朗了很多 沒以前那麼浪禮 那個傻子二十多歲 自相好像幾歲的弟弟 幼稚又無知 他一定聽完他的媽媽的說話 你別這麼說 其實智寶的純品很細心 哄別人很開心 你好像跟他相處得挺好的 你嚇錯了嗎? 我只是開玩笑而已,你別生氣了 原來月龍沙已經改名叫月藥婷 好,你每天都去世衛 你別生氣了 你賺點,冷卻要問你 你是不是才能問你 你用的小姐,你來吧 我要幫你教別人 有幫你教別人 我也想問你 我house到你了 我來幫你教別人 媽媽想不承認老也不行 媽媽永遠不會老 我生日願望,我祝媽媽長命百歲 媽媽也想長命百歲 可以照顧你一天都一天 自寶,你知道你媽媽送什麼禮物給你嗎 是你最喜歡的超合金 謝謝… 自寶,你怎麼每年收到玩具都很開心 你不喜歡嗎? 我喜歡的,今天姐姐跟我說 她說魚仔長大了,她不玩玩具 我打算把玩具都捐給小朋友 姐姐說她說我的好心有好報 你真捨不得 余太太,自寶現在會想很多了 自寶,你不是有東西送給媽媽嗎? 有東西送給我嗎? 媽媽,我送給你,你看… 我…我想多謝媽媽你照顧我這麼久 我想…我算我以後一直照顧你,好嗎? 好 媽媽 乖,自寶乖 你說自寶這張卡,放在那裡好不好? 好,放在這裡,你睡前看看 睡醒又可以看到 保證你每天都會好精神 我知道這張卡是你教自寶寫的 他真的聽你說的 其實自寶有孝心而已 以為這個兒子蠢蠢蠢蠢 原來他都知道我什麼叫父母恩 這二十多年來 自寶一直是我心裡的一條癡 但是,今天見女兒這麼生性 我都很開心、很安慰 自寶是小朋友而已 很多時候可以很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情感 反而是我們這些大人 做很多事都要思前上後 甚至連說的事都不敢坦白 你是不是擔心你媽媽 你現在看的是TV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鈴鐺 訂閱吧